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6月他宣布和日本艺人黑泽良平结婚了 大家都会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小仙女要嫁给日本人呢 小时候出生于台南市 他还有亲哥哥林志宏 在国中时期因为身高高 形象好被心态发现 开始模特的生涯 他之后又决定继续深造自己 去加拿大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学成回到故乡 因为学的是美术 想去做和美术相关的工作 没有被录取 之后呢 他一次偶然的机会出演张国荣 歌曲MV里的女生 接下来广告片约不断 我们都以为林志宁这种级别的美女 肯定是追求者特别多吧 他自己透露 其实呢 没有人追求他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自身的条件好 对另一半的要求肯定也高 所以一般人不敢追求他 他家境好自己又很会赚钱 他真的是名媛的代名词 只能说实在是完美的过分了 林志玲感情方面的空缺 他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提到林志玲呢 最受关注的感情就是他和颜程旭这段王子和公主的恋情 大家其实都很看好他们这对 他们互相都在节目上公开表达过 对于这段曾经无法公开的感情 都表示呢 最近还是没有走到一起很遗憾 林志玲啊 也等待了对方很多年 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现在林志玲到了一定年龄了 遇到合适的就珍惜 这个时候黑泽良品出现了 时机刚刚好 自从林志玲和日本老公结婚后 大家都很关注他的婚后生活 两个地域文化有差异的人 能一起好好过日子吗 最近啊 林志玲出现在大家面前 形象已经完全变了 一直以来长发适着呢 他把飘逸的长发全都剪掉了 网友直呼认不出来了 风格完全变了 女人味少了一点 更多的是酷酷的帅气感 可能对他来说改变也是一件好事情 结婚后呢 我们也很少在公众场合看到他了 应该是把重心放在家庭上面了吧 很多吃瓜群众很想知道 他们夫妻生活怎么样 幸福吗 日本的老公对他好吗 年龄都不晓得 他们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呢 我想过去都已经过去 我们不用去关注太多 明星也有私人生活 也有个人空间 只要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非常好了 林志玲模特出身 是台湾的知性美女 出道多年 虽然也参演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 但是其形象更受人关注 林志玲的身上标签有高学历 双伤军高 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 台湾第一美女 也因为台湾特有的嗲声 被网友们争相效仿 虽然现在林志玲已经步入四十 看上去呢 仍然很像少女 情路坎坷的她 婚事一直被大家召集和关注 去年 林志玲在平台上对外公布了 她与日本人的婚讯 并于同年在香港举行了婚礼 婚礼现场呢 林志玲一度感动流泪 从办婚礼的场地和婚后照片来看 嫁为人妇的林志玲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她毫无预警的宣布嫁给一个日本人 让网友们呢猝不及防 但是我们也忠心的希望女神能够幸福快乐 婚后的林志玲与之前未婚前的形象差异较大 从照片来看呢 打扮俩然一个普通的日本妇人 网友们众说纷纷都感叹 婚姻对一个女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娱乐圈因为工作过于忙碌 加上聚少离多 公众对于她们的恋情关注度过高 导致大多事业心比较强的女人都选择了晚婚 比如说大S 刘嘉玲 高圆圆等 都是在伦闻圣女之后 才步入婚姻殿堂 她们之所以晚婚呢 是因为十分注重婚姻质量 绝不为结婚而结婚 不为了生活而苟且 尤其是林志玲已迈入四十岁门槛 能够找到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如愿以偿的披上嫁衣 实属不易 所幸的是虽然晚婚 但是她们的婚姻大多比较幸福 所以呢 婚姻不再早晚 是否是真爱 值得托付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从古至今 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古语说男怕住错行 女怕嫁错郎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这一句话有点封建思想的查读在里面 但是呢 女人渴望拥有幸福的婚姻 却未曾改变 尽管时代不断的变迁 不乏女强人在职场上呼风唤雨 仿佛无间不摧 但是回归女人本身 这个角色就算是再强的女人 也渴望得到家庭的温暖 那么幸福的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幸福的婚姻意味着一个终生可以依靠的安全港湾 对于女人来说 想找到一个能过日子的人并不难 特别是现在男女比例如此的失调 但是因为女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内心的情感上 都是更加的柔软 女人的身体结构也与男人不一样 就注定了他们更需要找到真爱 以得到安全感 如果没有办法给自己安全感 女人终将活在忧虑和恐惧中 无法让自己的身体和让心得到休息和放松 幸福的婚姻意味着一个女人的真正圆满 女人天生就具有母性 这种母性不但表现为需要关爱 也更渴望能够爱神 而且她们一旦选择 比男人更坚决更执着 因为对于女人而言 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 家里有爱自己的丈夫和活泼的孩子 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圆满 才能让女人的母性真正的落地生根 就拿张爱玲来说 她自小就缺少父爱 母亲对她也若即若离 过早的成熟让她看透了人生百态 所以她在外人眼里是清高的 甚至是冷清的 但是湖南城的出现让她飞蛾扑火 虽然明知被背叛了 仍然选择原谅 耐心等待她的回心转意 最后心虽死 但仍舍不得对湖南城过于决绝 张爱玲入人不输 虽然事业有成 世人倾献她的才华 但是本质上呢 张爱玲还是可怜而又孤独的 而林志玲不同 从她的照片来看 想必她也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吧 红色颜色鲜艳和雪白的肌肤 在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种颜色相互融合 可以让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明秘动人 小鹿相间 性感流露的恰到好处 性感却不轻挑 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 为了保持风度 许多女性朋友呢 会挑选连衣裙来武装自己 林志玲为自己挑选了 一件红色挂脖的漏肩连衣裙 连衣裙的设计感强烈 她勾勒出林志玲较好的身材曲线 展现出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45岁的林志玲 高颜值韧性 卷发搭配大红色连衣裙 依然年轻貌美 露肩部分把林志玲纤细的手臂露出来 小露相间性感却又不轻挑 魅力十足 红衣衬的她皮肤更加的白皙 让林志玲看起来更为光彩照人 适当的露出些雪肤 并不会显得暴露 还会凸显出高级的性感 胸口部分的蝴蝶结设计 给她增添了几分甜美的感觉 她的飘带自然下垂 不算太长 不会显得拖沓 上身部分勾勒出她上身的线条 显得上身很短 腰部分呢 对连衣裙来说尤其重要 不能任由她一宽到底 否则会让本旧纤细的身材被拉宽许多 林志玲的身材较好 利用腰线把自己的身材曲线显现出来 可以取得不错的穿搭效果 许多女性朋友呢 只注意了自己的正面的线条 而忽视了侧面的线条 腰线部分紧贴腰腹 可以明显的从侧面看出她身材 呈一个S型 非常吸引眼球 臀线和腰线的作用同等重要 也不容小觑 包臀部分把臀线抬高 更能够把女性朋友独特的曲线美展示出来 林志玲的这条连衣裙采用包臀设计 下摆部位把双腿收拢住 凸显出她的好身材 下摆的收口部分呢 比较宽松 还是给林志玲的双腿左右两侧腾出了一些空间 在视觉对比之下 显得她的双腿更为纤细 林志玲果然是洞灵女神 身穿着大红色连衣裙 简灵时髦 高级大气 搭配一双高跟鞋 似乎是穿连衣裙时的标配 林志玲呢 也为自己挑选了一双高跟鞋 高跟鞋在走路的时候 更显女性朋友的体态轻盈 把大方的仪态显露出来 同样呢 可以为穿搭增色 高跟鞋的鞋根比较细长 步行时要多加小心 以免跌倒或者是发生其他的意外 高跟鞋的功能较多 把林志玲的双腿线条拉长 使她穿连衣裙时更好看 她发挥增高的作用 可以显得林志玲的身材更加的高挑 好吗